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今天我想吃 咸鱼蒸鸡 所以我就准备了 它的材料 这材料 生抽 还有胡椒粉 这边是春花 煎姜切丝 这个是胡椒 这个是切丝 还有小花椒切丝 二一样最重要的就是 梅香咸鱼 梅香咸鱼 因为刚刚从冰箱拿出来 所以它还没有解冻 所以在这边给它解冻 还有这个花椒切丝 还有这个是木椒粉 一茶匙 好首先我们先来一次我们的鸡肉 放一点胡椒粉 生抽一汤匙 还有一汤匙 姜 搅拌均匀 花椒酒一汤匙 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 锅烤鱼 肚子 一汤匙 腌制10-15分钟 好,经过15分钟的腌 现在要加入这个黄薯粉 大筋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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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有就是这个血泥的 这个黄香血泥 首先我们先把烧菜的 薯粉、辣椒、炸油、辣椒、丝炒蛋 炸油 大筋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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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筋细 小筋细 大筋细 小筋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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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鱼肉上面 就这样把四米的打出去 然后我们就把鸡蒸 把鸡放出去 不小心哦,很烫 大概只20分钟 盖三分钟盖 来,经过20分钟 我们盖一下我们的咸鱼蒸鸡 好,咸鱼蒸鸡已经好了 已经蒸熟了 好了 我的咸鱼蒸鸡 从锅里面拿出来了 然后我们撒上一点葱花 可以开动了 谢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的话 可以直接在家里 这样子做 哇,味道超香的 OK,拜拜 我又开动了 我又开动了 好,咸鱼蒸鸡 好,咸鱼蒸鸡 好,咸鱼蒸鸡